南澳洲议会友台小组议员团 拜会高雄市议会副议长曾俊杰 高雄市长陈其迈 陈其迈致辞时表示 南澳洲是上帝是福的地方 拥有美丽风光 天然资源 以及许多热情友善的人民 台湾与澳洲一样 重视原住民族文化 不仅在天然的资源 或者是美丽的风光 更重要是有非常热情友善的人民 这就好像阿德雷德跟选宜的关系 就是像高雄跟台北的关系一样 我觉得这个我们南澳洲 更能够代表澳洲 它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跟高雄 所以我常常在跟很多国外的朋友介绍 高雄其实更能够代表台湾 陈其迈并指出 市府团队致力将重工业 传统产业 加速朝向近零 以及数位双轴转型 今日更推动轻人 与循环经济领域发展 相信与南澳洲 不管是能源转型 或是近零排放入境领域 都有许多可相互借进参考之初 另外在产业的部分 我们在钢铁跟石化 可以说是在全台湾 都超过60%以上的产值 这一点在南澳洲 不管是在推动能源的转型 或者是近零排放的路径 都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另外再生能源尤其在轻能的部分 也是我们高雄市政府 尤其我们几位年轻的议员 也都非常的关心 怎么样能够推动轻能的运用 以及循环经济 我相信这个也是南澳洲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陈其迈感谢南澳洲议会友台小组 来访热情的港都城市 期待未来不管是市政府 或是市议会团队 能于近日回访南澳洲 透过多元互动交流 提升彼此的感情与信赖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